啪啪 OK這我們Jabra Elite 85T的快速開箱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深入來聽聽看 這個主動降噪的耳機 到底好不好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降噪耳機 的優缺點 所有的優缺點都會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聽聽看吧 我已經使用這個Jabra Elite 85T 三個多月了 我可以來深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優缺點 還有我自己的使用心得 我覺得這個85T最有特色 就是它的舒適配戴性 它介於 如果是那種矽膠耳塞 有人不太喜歡那種 塞住耳朵的感覺 那它也不是那種硬頭的AirPods那種 幾乎沒有隔音效果的感覺 它是介於中間就是有一點點的隔音效果 但又不會有那種矽膠入耳 整個把你耳朵塞住的不舒服感 所以它就是介於隔音跟音質中間 做一個平衡 我覺得這個85T它的音質表現算是還可以 因為它使用的是AAC編碼 而不是SBC更爛的編碼 但是它也沒有使用到更高的等級編碼 所以它的音質表現我覺得算是中上 它的解析度還有最高音量 也都沒有什麼話說 這個耳機出場的時候 它的調音就已經把低音加得非常非常多 就是一個低音爆棚的概念 所以你如果很喜歡低音很強的 那這個耳機就非常適合你 那我自己是喜歡聽比較平坦的EQ 所以我就會在我們的App裡面 直接拉一個曲線 那這個曲線我已經拉了大概15次吧 十幾次我才把這個曲線拉出來 但我覺得它的曲線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App呢 它這個曲線是完全沒有數值的 所以你只能一個 用眼睛看 然後用耳多聽 然後用眼睛這樣子慢慢的拉 所以你每一次拉的 效果肯定是不太一樣的 幾乎沒有辦法重複啦 所以我給你看這個形狀 你也很難拉到一樣的數值 但是就給你參考參考 你自訂自己喜歡的EQ之後 我覺得有一個超棒的 就是它的EQ會存在你的耳機裡面 所以你可能去用電腦啊 然後你再去用手機 再去用平板 再去用其他裝置 你的EQ都在耳機裡面 所以你不用說 我手機有調整EQ 然後我到電腦就換了一個EQ之類的 就沒有這個問題 EQ存在耳機 真的是超讚 我知道有很多人還蠻喜歡 只帶一邊耳朵 像是通話或是通勤 你要接電話之類的 他們喜歡只帶一邊耳朵 那這個耳機 85T 它只能帶右邊耳機單獨使用 你左邊耳機是沒有辦法單獨使用的 我還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延遲有一點長 所以你在玩遊戲啊 或者是你在電腦剪影片的時候 就會發生一些問題 你的延遲就會影響你的工作 這個耳機是可以同時多裝置連線的 像是你可以連接電腦 你可以連接平板 你可以連接手機 同時連接 但是你要播放的時候 你一定要 暫停前面那一個 你才能播放下一個 它不會自動切換 就你要 第一個裝置暫停 第二個才能播放 我稍微講一下 它手機APP有一個奇怪的問題 就是我明明 耳機已經連接到手機了 但是我開啟它的APP 要調整設定的時候 它還要驗證一個東西 還要5秒鐘 真的是不知道它在幹什麼 所以你剛買這個耳機 要調整你的EQ 或者是設定的話 會稍微麻煩一點點 但是你幾乎 設定完之後 你的APP就不會再開啟 所以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那還有幾個小問題 就是這個耳機前面有一個矽膠嘛 所以你放回盒子裡的時候 你需要一點小技巧才不會 就卡在盒子上面 裝不進去 那還有另外一個小問題 就是這個小小蓋子 每一次使用 我都有感覺 就是我覺得 它的塑膠用料 有點太輕薄了 就變成 有點廉價的感覺啦 好像 一個貴貴的耳機 這個蓋子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廉價的感覺 如果像是AirPods那種比較紮實的 塑膠用料 那我覺得整個質感會提升 非常非常多 因為這是每次你使用都要打開關起來的部分 就 好來到這個耳機的重頭戲 它有主動式降噪跟 PASS THROUGH 就是神靈穿透功能 那我已經把它全部 我想要講的全部列出來 就是有一些問題啊 還有我覺得不是很OK的地方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講 第一個就是它的降噪是沒有防風效果 所以你在戶外啊 就是你坐在公園裡想要聽音樂 然後一陣風出來 你就會降噪就 很吵 然後有不太好的效果 那開啟降噪之後 你就會損失一些低音的細節 而且它的低音部分我覺得它的降噪處理不是很好 還會呈現一些有點像是 底噪的 低音的底噪這樣子 這樣子 如果你在聽音樂那個環境的噪音呢 比較偏向於中高音頻的話 它有時候會發生一些 有點電子的聲音 就是它處理不是很OK的 那而且它的中高音頻的降噪 我覺得也沒有到很好 可能只能抵消 40%之類的 那你還有60%中高音頻 你都還是聽得到 所以你別人的講話啊 或者是有比較尖銳交通的聲音 就沒有辦法過濾掉 我覺得它的低頻降噪也不是很OK 就如果你是在一個環境只有冷氣啊 電風扇之類的 穩定的低頻的話 那它可以處理掉可能80% 這還可以啦 就你只聽得到20%的 噪音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在一個比較多變的環境 像是餐廳裡面啊 火車捷運車廂裡面 這種一下有低頻一下沒有低頻 然後又奇怪的 不同音頻的聲音互相交錯這樣子 那它的處理就不是很OK 它就有點像是 低頻降噪有點像是 來一個低頻坡 然後它要抵消 所以就要往下嘛 但它的處理有點 好像慢半拍嗎還是怎麼樣 就變成來一個低頻坡 然後結果它慢半拍就變成低頻坡 然後它後來才一個抵消 所以它就變成 再把外面的低頻再放大在你耳朵裡面 所以就變成 更在轟炸你的耳朵 我覺得它的處理不是很OK啦 就原本已經 很吵了外面的低頻 它又再更放大到你的耳朵裡面 所以就是用更多的低頻轟炸你耳朵 所以你大概聽個 10幾分鐘 半個小時 頂多半個小時 你耳朵就會開始痛了 因為它就一直持續的用低頻轟炸你的耳朵 如果是一個穩定持續的低頻 那還可以 它不會有這種現象出現 但是在火車車廂啊捷運 餐廳真的是 耳朵會炸開來 那除了降噪模式 它還有另外一個叫做聲音通過模式 就是你按了 它會使用麥克風接受外面的聲音 然後再放到你的耳機裡面 聽到外面的聲音 但是我覺得這個模式呢 大部分使用可能像是你要跟前面的人講話 你開聲音通過模式 但你聽不到前面的人講話 它是所有的聲音放大 它沒有在聲音處理 就是它沒有處理說 過濾掉外面的噪音 只有人聲保留 之類的這種功能 它就是所有聲音放大 所以你真的是坐在正前方的人 你是幾乎是聽不到它的聲音 就不如你直接把你的耳機拿下來 你還聽得比較清楚 這個模式幾乎是 沒有在使用這個模式啦 就不值得使用 市場上有非常非常多這種主動降噪耳機 那我覺得主動降噪耳機的最高境界就是你按下降噪 你可以完全隔離所有的噪音 沉浸在自己的泡泡當中 那你如果想要聽音樂 又想要聽到外面的聲音 開啟通過模式 你也要清楚聽到 到底是哪一個方向發出來的聲音 這才是 降噪耳機的最高境界 那像這個耳機 開啟降噪 結果又沒有降噪 開啟通過模式 連我前面的人 我都聽不到它的講什麼 所以 音質在棒 我一直能給這個耳機 70分 OK 這樣我們今天的Jabra Elite 85T 開箱測試影片 當然喜歡這支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Bye